好 这节产业消息我们来关心的科技大厂华为 真的想办法要吸引更多的这些开发者 可以加入整个鸿蒙系统的生态圈里面 它现在呢 把脑筋动到了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APP 也就是微信了 好 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外媒蓬勃的报道 说华为跟腾讯达成了一仗 即将达成一仗应用内交易的一个协定 初步规划的内容可能是华为同意 不向腾讯收取任何微信APP交易的费用 而作为回报呢 腾讯将会来做维护 还有更新微信上面的这些应用程式 来促成双方合作的这个重要关键 就是因为在去年微信的业绩表现相当亮眼 包括了微信还有WeChat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月活账户数13.43亿 而腾讯2023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 也曾经披露当季的微信小程式交易金额达到了1.5兆元 这节我们关心如果华为和微信牵手 华为也有和苹果进一步竞争的底气了吗 好 来看到APP Store所代表的是软体多样性 那苹果手机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因为有这个 这位华为和鸿蒙联手 有办法可以发挥1加1大于2吗 谢大使怎么看 当然啦 这个主要是对于华为的鸿蒙系统有利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华为现在这个鸿蒙系统 它基本上主要的竞争对象 那个Android跟这个Apple的System 它两个都是非常非常怎么 普及性很强的 所以它是开放性普及性 你知道任何一个这种所谓的平台 手机的这种这种平台 这种所谓的这种作业平台 你第一个你内部的这种使用的功能越多 然后跟其他的应用程式的 或者应用系统 这种互联性越强 那你使用者对消费者来讲 它就更方便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平台上 这个也不能用那个野兽限制的话 那我当然我去用比较方便的平台 那我就用Android 那你Android事实上的话 那你这种搭载Android手机 它就比较好卖 对不对 那鸿蒙现在在打造这个 现在华为在打造鸿蒙的话 那在中国大陆市场 现在它是怎么样 已经快要变成这个 所谓的高端手机第一名 可是所以在中国大陆市场的话 最大的一个怎么讲 提供各种所谓的这种 平台上服务项目 所谓这种应用程式的话 那这个微信是一大 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 它就愿意跟微信成为怎么样 我免费让你上鸿蒙 鸿蒙不 这个微信不只上鸿蒙 微信也上哪里 微信也上Android 微信也上这个Apple的市场 你知道他今天微信上苹果手机 他要付那个 所谓的付那个 就是说所谓的那种费用 使用费 三成 你的收入的三成 是被Android跟这个 苹果手机抽掉的 那今天华为跟鸿蒙就说 我让你免费 过去本来要抽20 那意思是什么 今天华为的鸿蒙 需要更多的 这种已经在市场上 很成熟的这种应用系统 那微信就是一个 那就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市场要拼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鸿蒙 现在基本上 华为打鸿蒙的话 它即使在国际市场上 还受到很大限制 因为它手机就卖不出去 美国根本不给你买 不给你卖 可是光中国大陆市场 是世界最大的 高端手机市场 它先在中国大陆市场 先站稳 然后把这个鸿蒙的系统 靠着市场广大的用户 把它这个系统支撑起来 然后发挥起来 然后鸿蒙还搞万物互联 它将来 它的载台会比什么 会比这个 会比Android跟哪一个 跟这个 跟这个 Apple强 Apple放弃生产电动车 将来 汽车就是一个最大的载台 也就是说 终端装置已经不是手机了 汽车是终端装置 那你今天中国 华为现在 不断地在推展 它的鸿蒙的 所谓的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这都是鸿蒙系统 将来它的鸿蒙系统 它的服务范围更大 不只是支援手机 不只是收益PC 不只是支援所谓的穿戴装置 它还支援车辆的上面的 各种的这种 应用软体的话 那它的竞争力 就会增强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它还是要扩大 它的怎么样 它的这个平台上的 使用的 应用程式的量 所以它就愿意 愿意给这个 微信 几乎是 免费使用 就基本上就是 免费使用 是 我们可以看到鸿蒙 它的应用越来越多 刚刚DAS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收这个佣金的部分 苹果的部分是收大概30% 那鸿蒙现在是说 华为要给的就是20% 这么一个低的佣金 有效吗 这样可以让这个 这些游戏商 或者是这些游戏软体商 等等 电影 会来下这个订单吗 老师怎么看 那当然会 其实鸿蒙 它的应用商店 它降低的佣金到20% 那当然无疑是对这个游戏的开发者 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能提高开发者的获利之外 它也能促使它的 这个游戏的质量的提升跟多样化 尤其我在这个大学教书 那其实学生 是大学生最大的用户 每天看学生在弄手机 我也在学习 但是更多部分是在玩 这个所谓的手游 那因此我看 如果说它能够 从大学的面向来看 因为大学生毕竟是他们主要市场 那当然能够满足 这个主要手游的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双赢的局面之下 那当然这个鸿蒙应用商店 它这一次这种方式 那当然就能够有效果来吸收 大量的开发者进驻 来进一步推动 这个华为生态系统的发展 跟它的壮大 所以是一种双赢 好 刚刚老师特别提到的手游 现在其实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去年就是实现了 124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它在中国大陆在全球游戏收入当中 占比是最高的 达到了三成这么高 我们要来看 接下来中国大陆的游戏产业 能不能持续的蓬勃发展 另外呢 回答其实我们大家知道 它过去也是一间做游戏显卡的 有没有可能复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从这个大陆的游戏产业 带动整个科技的发展 委员怎么看 最近大陆有一封很重要的一封信 在网路上流传的就是 我们是不可能创造出黄南轩这样的人出来的 因为游戏产业在中国大陆 虽然很蓬勃 那篇文章里面就讲说 但是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创造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官方家长 还有这个学校 都对学生去玩游戏 是用非常地不支持 非常地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付的 小学生 中学生 这个三位一体 官方也好 学校也好 家长也好 都是打压 都不允许他们去玩的 可是这个也是很矛盾 你从另外一个去看 中国大陆游戏产业 为什么会那么普遍发展 每一年 像在广州 就很大规模的游戏机产业 在那里产业 全世界的厂商都到了 那台商在那边是有很多位置 我曾经有机会凑巧去参观了 那个是打 那个场面比台北以前在世贸办的 不知道打多少倍了 另外还有非常有意思 包括台商在内 你们要申请在海外 去办那种游戏机的那种展示 机器的展示等等 政府是拿钱贴补你去的 所以台商参加那边去办那个 广交会会场上 办那个游戏机的那个展示 我跟你讲 是可以向中国大陆政府申请补助的 同样的台商 当然包括大陆厂商 你要到海外去办这样的一个展览会 另外大陆的政府也出钱补助 而且补助的费用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矛盾 大陆你只要去调节 你对这些厂商办这个展示会 推动这个游戏机 游戏的这个产业 你大量的补助他们 一方面你说学生们 你们好好读书就好 不准在那边玩这个游戏 电子游戏不准你玩 有一点矛盾啦 可是我如果是家长的话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